哈囉,大家好,我是狂人,今天來到財富市區來看一下 今天的主角幼稚園學生組織上帝禁區 哇,他的原子武士來到六顆星星,三顆紫色潛能 我們再來看一下對決賽他今天的表現 好,點進來 好,拿下了冠軍 好,又到了我們今天原子展的時間 這一期登場的主角幼稚園學生 喔,他的連子 不是連子武士齁,原子武士啊 我還連子湯咧,原子武士 最近原子武士在台服店的人比較少了 不過還是有幾個大佬很堅持 幼稚園學生這位玩家 他的戰力今天能夠造成這樣的傷害 狂人認為很不錯 好,現在第一場戰鬥 這個原子展造成傷害 欸,也有550萬,目前剩兩隻 黃金球再一個補刀,比賽結束了 好,我們馬上進入第二場比賽 對上視力7K老 幼稚園學生這一次出征的陣容也是蠻OP的 為什麼說很OP呢 因為他只有一隻限職角色 就單單靠金屬騎士搭配原子武士 這樣的一個傷害再加上黃金球的一個輔助 那我們看到這個傷害值的攻擊 能夠拿下這一屆他們伺服器英雄組的冠軍 也真是一個不錯的佳績啊 好,這一次原子展砍過去 哇靠,又600多萬,倒了5隻啊 好,剩下一隻黑光了 這個時候黃金球還是一樣幫忙補刀 再一個追擊,結束了 下一場比賽對上S級1位 誒,這個也是一個大老級玩家在第四伏 好,這一場比賽同地馬上出招 還是一個輔助的性質齁 50幾萬的傷害 金主騎士的傷害還可以 好,這個時候看到鍋蓋頭冒火了 誒,製爆了 馬上又有一個龍捲超絕 伺候一下,這一次也有310萬傷害 S級1位也有原子展 這一次原子展打了5隻 我們看到招成150萬 幼稚園,幼稚園馬上要反撲了 馬上反撲,這5隻 哇靠,也有500多萬啊 好,第一回合就打得很火熱 目前三個打兩個 再來到邦谷出了一個絕技 黑光這一次跳起來傷害可以嗎 41萬,不錯 好,在最後的關頭了 原子展又來了,又來了 哇靠 雙方的原子展這樣子火拚啊 真是精彩 下一場戰鬥 幼稚園學生對上誰呢 對上RJ、LVC 好,比賽馬上開始 這一次RJ前面放了3隻限制角色 後面放了龍捲、銅蒂跟黃金球 我們看看這雙方的陣容啊 幼稚園學生也是很OP啊 放上吹雪 好,放上吹雪 黑光 黑光擺在後面跟幫補 做一個時間上的拖延 那這場比賽我們看到 護盾雙方都已經全開了 哇靠,同地都是一個超絕 這一個傷害漂亮 148萬啦 也是一個大佬等級 再來龍捲這一發 這一發應該不錯啊 好,炸下去 這一次453萬 原子武士剩下 剩下一半的血 再一個黃金球又崩壞 撐住了撐住了 好,後排果然 護盾開啟這一個反撲 哇靠 全秒掉啦 好,即將進入今天最高潮的時刻了 幼稚園的學生 今天能夠造成多少傷害呢 原子武士 對上邦谷金屬騎士 以及King三隻限制角色 他還能拿下勝利嗎 這時候King也進行了一個封鎖技能 我們看到金屬騎士 馬上做一個反擊 接下來 對手的銅蒂 銅蒂要出招了 銅蒂也是掛著超絕 這一次也有76萬的傷害 好,我們再看到黃金球 這一下 欸 67 打得還不夠高 哇靠 又來啦 好 即將要結束了 最後 那一個一個化碎 是